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罕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面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传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N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要判断目前的经济形势 很多人现在采用PMI这个指数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连续下滑三个月之后 八月份是回升了0.5个百分点达到51.7% PMI指数回暖表明经济增速并未出现大幅下滑 而在这些数据当中 更为直接的是八月份新订单指数回升2.2个百分点 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1个百分点 订单的回归是不是让外贸出口企业都松了一口气呢 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宁波进行了调查 一起来看一看 在宁波的高速公路上我们遇到了堵车 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近年宁波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 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出口到欧洲和出口到美国的这两条航线上面的这个出口的项量的增幅是比较大的 哦 这样子 还有别的特点吗 嗯 有一些阶段性的特点 比如说在非洲世界杯前一段时间出口到非洲的货物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的上涨 哦 出口到非洲 那就是像比如当时那些 乌乌珠拉 哦 都是从这出去的 对 乌乌珠拉都是在义乌生产的 所以义乌从我们这里出口到那个非洲 作为国内货物吞吐量排名第二的港口 宁波港覆盖了浙江江西等多个省份 根据宁波港公布的数字 今年上半年 宁波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622.85万标箱 同比增长34% 一举超过釜山 迪拜和广州 成为全球第五大集装箱港 而按常规 集装箱码头的旺季就在七八九三个月 也就是运送国外圣诞节前货物的时期 因此接下来港口吞吐量 依然还会处于高峰期 我们自己预估 就是说对一些货源的一些分歧的话 八月份会超过七月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做好了在货厂里 存放更多集装箱的准备 从航运这支风向标显示出 进出口的旺盛 但现在运输的大多是几个月前的订单 那么企业的接单和生产状况 究竟如何呢 我们在接下来走访的几家企业里发现 繁忙的不仅仅是港口的工作人员 一般空调行业的惯例是在八月份 至少放一个星期或者这半个月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机会放假 我们的设备原先是可以整体形象来检修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按年度的 这个逐步的检修 王玉龙是宁波奥克斯空调事业部的总经理 说到今年上半年出口市场的强劲增长 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对这个市场可以说这种变化确实让人现在越来越不适应 就跟今天的气候的变化来一样 就我们都不适应 王玉龙告诉我们 2009年最困难的时候 奥克斯空调一个月的出口订单下降了50% 而2010年以来他们却突然发现手里的订单做不过来 三四五这三个月 整个行业实际上都出现了缺货 就都交不出来货 对 因为整个资源配套资源基本上都没有跟上 但是还在成绩在09年的那种危机之中 就是大家都还没缓过人呢 都没晓得这个市场会猛然从289万来增长到388万 因为这将近1000万来的增量 可以说这种就是危机之后的这种爆发式的这种恢复 而在其他企业 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现在状况呢非常好 我们都是24小时运程的 整个企业呢达到了满富后的生产 今年上半年呢 已经比去年同时提升了21.3% 是历史上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历史上最高峰了 双路电池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碱性电池出口企业 70%的产品出口 总裁王健浩告诉我们 虽然还没到下半年传统的电池出口旺季 但是他们的生产却不断创下新高 8月份会更好 会比前几个月还好吗 比前几个月比任何一个月都好 但金融危机的很多人 美国人也没钱了嘛 这种商店就去的少了 反而买中国货的商店修路好了 中国货价连物美 所以这样的商店也开始进中国货了 等于金融危机有危也有经济 对我们是反而有机会 无论是宁波港繁忙的装卸码头 还是外货企业紧张的生产线 都在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 那就是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 现在外货出口时出现了迅猛的回升 海外市场需求大订单多 不少企业似乎是迎来了难得的市场机遇 可是在表面兴旺的情况之下 我们却发现企业面对陡然增多的订单 也有了新的烦恼 这是一家家工出口日本的服装企业 老板告诉我们 现在正是他们订单最多生产最旺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工人正在忙着赶活 但是就在相邻的生产线上 我们却看到成台的机器空闲着 而且上面都已经积满了灰尘 好好的生产线为什么闲置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缺人 现在我们工人缺工人比较很严重的 跟往年相比的话 我们以前这里最过的达到两半人 现在这里差不多一百人 相差一半 车间主任小刘告诉我们 现在一条25人的生产线上 基本上也就只有15、6人 这让他们压力很大 多年来 纺织服装一直是宁波主要的出口产品 但是今年上半年 随着市场的快速复苏 有订单 有机器 就是缺工人 成为众多宁波纺织企业 普遍面临的困难 那应该说是09年的困难 是我们就是说有功能 或者是我有人员 没有单子 因为整个经济萎缩 但是我现在就是说 我经济慢慢地在恢复 我的单子是有 但是我就是没人做 我下不下去 这个问题很严重 现在已经搞到我们的业务员 都自己亲自到工厂去 在采访中 我们认识了小包 他是宁波太平鸟 进出口公司的一名业务主管 我们拍摄的那天 公司组织去外地年度旅游 但是小包和另一个同事 却不能去 而是要赶到工厂 催着完成一批订单 我们看到 小包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 一个上午都在不停地跑来跑去 仔细地核查各个环节 订单完成的状况 但他还是发现 暗期交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这两款都没吃 都没有吃 都没有吃 我今天跟着这个单子 就是说交起来不及了 出不掉货了 出不了了吗 出不了 我看你们都放吃了 小包做外货业务已经有12年了 他告诉我们 订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难执行 最通通的就是出货问题 出不了货 还是这个问题 以前是工厂想你外货公司的单子住 现在呢 是你外货公司有单子呢 就是说 合适的工厂太难了 难吗 难 和小包同样头疼的是加工服装的缠子 定带 是很多很多的 哪怕你 我们工厂再扩大100倍定带都拿得到的 问题是就是你拿到定带 你如果用工厂这个情况一直在发生的话 你意味着你就亏得住了 没有计划现在来操作了 连城服饰的总经理夏洪芳告诉我们 他周围做服装的朋友都面临和他一样的问题 一些厂的用工状况甚至更加糟糕 最差的一家因为我有个朋友 最差的一家 今天有一百个工人在做 明天一个工人都没有 我们自己是无法去克服这个问题的 只有政府能够出台好的政策 规范劳动力资产 在自己苦心经营十年的服装厂里 看着空着的机器夏洪芳十分无奈 如果这样一直持续发展下去的话 很多企业都是转型 不过我也也发在地牢产业都在转型的 服装厂的总经理夏洪芳告诉我们说 他现在初步定下的转型目标是要养大闸蟹 一个在金融风暴当中都能够坚持下来的服装加工企业 现在市场好转了 却想着要去养螃蟹 这听上去让人觉得有点不敢相信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了 在宁波即使是大一些的外贸企业 面对着快速增加的海外订单 同样是不敢轻易签字 那么现在他们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难处呢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前面我们看到宁波的很多外贸出口企业 好不容易挨过了金融危机的寒冬 迎来了国际市场复苏 但是却因为劳动力紧张 生产线无法充分的运转 而不得不放弃了蜂拥而至的海外订单 其实现在企业的顾虑 还不仅仅是怕签了订单到期交不了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一系列新增的市场风险 也让他们对海外订单变得格外的谨慎了 宁波太平鸟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王定英 现在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看汇率 因为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订单的损失 让他至今记忆深刻 上半年我们那个时候的欧元是9块1毛7的时候 但是我们过就是这个单子 两个月以后我收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欧元变成8块3毛7了 那个时候是心很痛啊 我们的钱就是辛辛苦苦赚的钱 就这么白花花的没有了 王定英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贸易增长了30% 但是利润却没有怎么增长 现在呢就是说 我们的业务员在接单的时候 一般不敢请长单 为什么呢 现在利润状况其实所说在 现在空间是很少 我们想一般呢 原来就是说做外贸 做服装出口 相对来说利润率呢 也是在比如说5到6或者是6到10 就是也是看那个产品的档次呢 那么现在的利润空间所说在 基本上在2到3 甚至于比如说 你遇到比如说人民币升值 或者你比如说遇到 比如说这种劳动力成本啊 原测成本 就是这样上去以后 你的空间甚至遇到1% 或者是更低 而在宁波奥克斯 空调事业部的总经理王玉龙 见面就这样跟我们描述 自己目前的状况 做这个空调的人一个草 七花差不多 你说他就不就紧了 我每天早上来 我基本上会把空调的 这个关键原测的都会看一点 也看到了变化 像这个空调环与铜啊 铝的价格 去看现货价格还是期货价格 期货和现货都要看 王玉龙之所以这么关心 原材料的价格 是因为这两年价格的波动 着实让他心惊 最早的时候 那是2001年左右 17000多 一瞬间上到了8万 就连续持续增长了5年 上到了8万的顶峰 在2008年 一瞬间有8万 也跌到了低谷 一下子跌到了2万 就这个坐过程车 一点来形容 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发现 有这种感受的 不仅是王玉龙 双路电池总裁 王建浩告诉我们 他手机里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主要原材料 新每天的报价 尽管上半年拿出了 漂亮的业绩单 但无论是双路 还是奥克斯 现在对于签单 比过去都更加谨慎 海外接单 你知道有个滞后期 它大概滞后 可能有个 最少的都有一个月 最长的可能滞后三个月 但是滞后三个月 带来的 我刚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7月份到8月份 现机单同价 已经上涨了七八千 就这么短短的一个月 就意味着 我的7月份 接到令单到8月份 我肯定就会出现问题 那您在签单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比较为难 比较纠结的那些单子 让您觉得会不感谢 有这样的情况吗 对 这个肯定 做我们任何一个总经理 肯定都有手 手颤抖的时候 我呢 现在选择 一些不太接受 远期的订单 我很多客户 要我订三年合同 两年合同 我现在一年以上都不订 我只能订六个月的合同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人民币升值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借的订单 都是美元的 一个人民币升值 一个材料 原材料涨价 所以呢 我们不太感谢 长远的领带 与外界看到的市场火热 形成反差 面对多种变数 出口企业感受到的 是比去年全球经济危机 市场急剧萎缩时 更大的经营难度 客观人来讲 像今年一年年的利润情况 要比09年要恶化一点 怎么会这样 就即使是销售额提高了50% 然后利润 它的利润绝对值 可能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这个毛利率 可能出现了下降 为什么说危机 危和机会吗 即使危险也是机会 因为在09年的时候 原材料出现了大幅的回落 下落了一半的 50%的下落量 这个可以说 这个带来对毛利率的贡献 是无穷的 签单时如何抉择 到底是保利润 还是保客户 太平鸟进出口公司 总经理王定英 用了一个词 共度难关 就是叫客户也烂一点 那么然后呢 我们外贸公司 这块我也烂一点 然后工厂三方 大家一起就是争取 把就是老的客户 或者是这个单子呢 接下来 这是最重要的 否则的话 那我是这样认为 一个客户如果失去了 他永远不会回来 因为中国的市场大 没办法 我们只能够就是说 在保客户 在保利润之间 我只能就是保老客户 这是最重要 而在一些规模稍小的企业 记者发现 签单还是不签单 更是一个问题 腾错是一家向欧美出口 户外休闲用品的公司 不是很好签 为什么 因为客人他对于价格的敏感度 更加强了 像往年来讲的话 8月份应该是有一些订单 有一些客户 基本上能把这个季节的东西都决定下来 但今年来讲的话 8月份现在决定 真正做最后决定的客人 还不是太多 目前百分之一百确定的订单来讲的话 可能只占到百分之三四十 但即使是这能确定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订单 签还是不签 也让企业很纠结 等于说是介乎于赚钱或不赚钱之间 但你要如果面对汇率的影响 或者是原材料的浮动 你就很难把握这个最终这个单子 赚钱还是不赚钱 但作为我们现在目前有生产型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 还得考虑一个 没有订单的话工人怎么养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很矛盾 我们看到汇率大幅的波动 原材料价格是忽高忽低 再加上劳动力短缺 多重压力之下 宁波的外贸企业面对订单是笑不起来了 南迁的订单背后 实际上揭示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 企业的一种生存状态 外贸主管部门又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 下半年出口企业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形势 我们采访了宁波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丁海斌 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很多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加工整个产业链 现在有些还没恢复到正常水平 所以说不干净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它不能保证按时的交互 第二个这单的原因 企业也在选择好的单子 它有效益空间比较大的 所以说你主动再淘汰一些 就是辅价值低的一些商品 宁波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丁海斌 告诉记者 今天出现这种签不下的订单的情况 的确显示出企业遇到了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困难 应该说呢 今年的经营情况呢 普遍呢 要差于去年 因为去年实际上虽然是最困难 我们是销售额 出口才下降 但是呢 一个呢就是原材料价格比较低 就业应情况也很好 同时呢 我们政府呢 应该说也出台了很多 鼓励接力的处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企业呢 它出口商品的利润空间呢 它是保证的 但今年呢 因为由于很多的一些不变的因素 变化的因素 比如说人民币 这个6月21号开始 就是我们几天之间就升了几分人民币 原材料价格 今年又是起伏 在一个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 消化了它的一些成本 再加上呢 我们今年工资用工的成本 普遍增加15%以上 毫无疑问 这些新的困难 都将更加考验企业经营的智慧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 一些企业已经把目光 从过去的欧美市场 转向了其他新兴市场 因为我们也像2009年以前 在欧洲的比重呢 当时还是比较大的 大概有50万台左右 我们当时呢 主要帅帅最厉害的时候 可能也是给我们造成这种压力的 主要也是欧洲 后来我们集中于开发中东飞 这一片的这个市场 和蓝莓这一片的市场 包括我们的巴黎 原先我们存在 都是分析它是不是 三十万四十万台的市场 但今天它已经到了 一百多万台的市场 而另外一些企业 则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 顺势而为 调整企业的进出口结构 人民币一升值 对进口肯定是会有 会有优势 所以说呢 我们今年呢 就是在进口拓展方面呢 做得比较好 所以也是在就是说出口不足 进口来弥补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工作的思路 那么我们就是说 一到六月份的进口的时机 要超过我们去年 整个一年的进口的量 企业在积极应对 宁波政府也在对外贸 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对于宁波下半年的外贸出口形势 丁海斌这样判断 我觉得呢 今年下半年的增算呢 肯定会回落 一方面呢 是去年的基数呢 相对下半年比较高 第二个呢 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债权危机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呢 前年呢 应该增算的肯定比现在要低 但是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 前年保瓦斯 比较快的恢复性增长 我们还自己信心 您感觉从外贸出口的方面来说的话 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吗 那是最坏时期 最坏时期应该是去年的上半年 现在看来 那早的已经过去了 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 就很有意思 就是今年现在 大家企业普遍不缺订单 但是要想签单却很困难 这个其实一方面 就是说明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对这个外贸形势还不能盲目乐观 另外一方面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好事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会促使我们的企业 就是不能像原来那样 舒舒服服的就去满足于我 低价竞争走量 在金融危机之后 就目前这样一种 这个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已经变化 中国自身这个已经成为第一出口大国 这个我们的这个增长空间 变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可能就行不通了 我们可能更多的要通过这个 怎么样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 通过扩大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复加价值 盈利空间来发展 那么您怎么看待在目前这种国际环境下 中国出口企业的威和机 机会更多 因为我们的竞争力现在比过去强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就是应对危机的这个一系列政策措施 比以前更成熟 更稳定 我们很多产业形成了一个 击聚的一个优势 虽然劳动力成本可能一线的那个 那个加工装配的劳动力成本才提高 但是总体上物流成本 这个 这个 这个研发成本 还有这个 这个 一个配套的成本 是是是比较低的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企业跟我们谈到说 感觉今年的市场有点像今年的天气一样 让人说 适应不了 那么企业可能很希望说这个 市场环境呀 包括政策啊 都是相对稳定的 您觉得这个稳定能实现吗 如果说有变数的话 最大的变数在哪 现在我觉得国家支持外贸发展的一些基本政策 是稳定的 当然这个 呃 我们前 就是去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可能有一些临时性的一些 保增长的一些措施 那么这个可能会逐步逐步淡出 会 有一些方面可能会做些微调 比如我们要节能减排 我们对一些 两高一资 就是高 呃 高能耗 高污染 自愿性的商品的出口 或者说两次两高一资含量比较高的这些商品的出口 有些政策可能还会有些调整 但是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外贸形势影响应该是不是很大 这个企业应该说经营这个发展的这个政策空间应该是稳定的 现在这些出口企业遭遇的订单困境提醒我们 订单回升 外贸数据改善 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就已经走上了全面复苏的康庄大道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后金融危机时代还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考验和挑战远远没有结束 金融危机之前 我们是赶上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性产业大转移带来的机遇 迎来了一轮经济繁荣 但是当初的很多竞争优势在危机当中逐渐的淡化了 相对低廉充足的劳动力出现了紧张 相对稳定的价格和汇率体系是上下震荡 更重要的是出口企业所习惯的价值坐标系已经被打乱了阵脚 南迁的订单说明很多企业对新的外贸环境还不适应 特别是那些靠低技术含量低利润低价格创市场的企业 即使熬过了寒冬感受到的依然是压力在加大 应对这场变化并没有一朝鲜吃遍天的灵丹妙药 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尽早的预见到这些变化 并且尽早的主动调整出口企业才能够在后危机时代走得更远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欢迎您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也可以发到我们栏目的QQ83083 好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